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按照会议安排 当然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珠三角规划刚要提出 在未来我们珠三角地区要打造亚太地区最终活力最终竞争利利 这种世界级打得会 那么近日我想了我们珠三角地区实际上已经筑备了这个雏形和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和雏形这个目标提出来不会是空中路隔 它是有它的群体基础的 同时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世界级的大兜会我们又存在着差距 我们还要通过一二四年目的奋斗才能达到 那我想了一下 我想我的感受起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说我们其实也做过世界级大兜会的研究 中国说现在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的世界大兜会 美国的世界大兜会有三个 以纽约之为为主 我们现在纽约向上波士顿向下 现在在华盛顿在这里延伸 高巴马将还有经济高铁把它联系起来 北部纽约的北部有支架和底特利五湖地区世界大兜会 再就是罗杉矶这个世界大兜会 我们说日本 日本有东京 大阪 民国物 这三个 这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的三个大兜会 他们每一个兜会区的GDP 都占他们国家的将近20%左右 这三个大兜会占到美国的GDP 60% 日本占到60% 但是我看一下我们的珠三角 我们刚才梁院长提供的素材 我刚才看到了 我们现在是4.9 中国的GDP是4.9万亿 我们珠三角的是6700亿 我算了一下 零大概是7.3 把我们港澳加在里面的 我估计也就是10%多一点 我们前段时间研究 中国还没有一个都市圈 就是说长三角可能比例最大 还没有达到世界级都是穿着一个国家GDP 占到20%左右的这样一个分量 这是一个 是不是 这个问题我们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 经济的极注度还不够 竞争力有差距 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的专家也谈到了 我们粤港澳地区是三个 三个独立的关税区 一过两次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 我们有不同的制度 制度的整合发挥 也可以发挥优势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制度的摩擦 带来我们活动中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困难 它既是优势又是问题 要不然总于我们的机制体制创新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谈了这么多 特别是 所以你的制度的摩擦问题 现在是也很大 我们刚才说 大家都可以 我们既可以当爷爷 也可以当生子 但是我们如果大家都想当爷爷的时候 就不好办了 是不是 这就是这个 所以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 看到我们的存在的问题 我们今天参加我们论坛 有三位我们粤港澳三地的 我们都是重量级地专家 有我们的 澳门方面的主办方的 郑博士 是我们可思数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郑博士 还有我们广东社科院的梁院长 再就是我们资金研究中心的主席 胡先生 我相信你们都是长期生在其中 对我们这个区域的合作的研究都很深刻 我想的就是说我们珠三角地区这个都是群 跟世界这个地区就是说在国内 我们在国内我们有三个 长山角 环渤海湾 我们珠三角 我们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存在着一些差距 或者说还是哪些地方 或者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进去大家 希望听听你们的高进 下面是请你们新讲的还是下面来 好好好 互动 好好好 那要不然我们看下面有没有 我们听众就这些问题 我们谈谈跟我们的主讲的 跟我们会讨论的嘉宾 提出一些讨论的问题 好 谢谢 这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粤港澳 进的合作的最大的难度 在哪些方面 法律制度 经济制度 或文化制度方面 再就是呢 第二个的广州与香港机场 如何进行合作协调 第三个是深圳跟香港的金融合作 将如何进行合作和定位 这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 我们要希望这个梁院长和胡欣胜 希望你们两个提问 那我就用广东话了 大家亲切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多有话多有话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粤港澳最合作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刚才梁院长也提过 就是大家那个价值的问题 还有大家真的要摆脱 为了本身短期利益 而放弃了一个长期利益 当我们至今的时候做这个粤港合作这个报告呢 我们提出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三十年后 我们回头看 我们会 不希望说 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做的 或者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做是没有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的 当然在一国两制制度之下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到 但是始终我们跟纽约和伦敦和东京是不同的 真的是一个国家 两个制度 其实粤港为三个货币 那么在这个限制之下 我怎么发挥大家的优势 那么当然呢 香港澳门是对外开放得很多 很自由 但是内地广东省的制造业 各样东西是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基地 那么如果大家看看框架协议里面 其实都是很具体提出了 未来这几年 这个粤港澳如何去合作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是要 觉得我们真是猪三个都回区 而不是我是香港 你是澳门 你是广东省 不可以是看短期利益 看长远一点 大家怎样将个饼子 是做得大一点 变成大家都有用 对整个猪三角有用 对广东省有用 对广东省有用 那么至于讲到机场 那么我们的报告都讲过 其实香港 澳门 珠海 深圳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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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足够 视频 增广东省 那 尤其是大的基建項目的利益,現在是看不到的,是當時我們製造到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所帶來的利益是現在計不到的 剛才提到的問題,我想說最大的難點在哪裏,除了一個形成共同的價值之外,我覺得最大的難點是制度安排上,如何保留制度的差異性 但是又使這個制度和體制又可以互相溝通,我覺得這個很需要我們的智慧,假如我們既能夠保持制度體制的差異,又使不同的體制之間,基本上無障礙的轉換 我們尋找到這樣的,用智慧尋找到這樣的機制的時候,我覺得會對整個區域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非常關注制度問題 我想補充一點點,譬如我講到一個大豬三國融合,我們經常講經濟上,商業上,貿易上,其實有一個問題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 剛剛其實院長提出,就是制度上的問題,尤其是民生上的問題,包括醫療、福利、養老 譬如你在紐約,你叫一個人在美國,你叫一個人從東岸到西岸,基本上沒有大問題的,醫療上、教育上 但是你叫一個廣州人到香港,可能他遇到很多問題,醫療上的問題,他看醫生又要當不是本地人 或者香港人在廣州,看醫生又有一個問題,那我怎樣把這些民生上的問題解決呢,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始終要融合,就要大家兩地那些人流無障礙,那民生問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解決 或者我在兩位專家的基礎上面,我自己說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我想剛才說我們粵港澳合作一些最大的難點,我自己個人覺得可能我們一國兩制的確是我們粵港澳,就是在我們區域合作裡面,可能我們長三角,朱三角,環撥海之中 港澳特區,兩個特區是有一個一國兩制的優勢 但是一國兩制雖然也是我們的優勢,但是我們要充分利用這種優勢 如果我們經常是恃著有一國兩制,但不去盡快以一個積極的態度去融入區域合作的話 可能在某一定的程度上,一國兩制可能也會成為我們的障礙 我們經常會自己認為自己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是不同於廣東 我想在尤其剛才陳司長一些很精彩的發言,包括梁院長,說到人流、物流、資金流等等 一些國際大都市圈的橫向流動 我也有感在我們整個區域治理裡面,一些斧制的關係 政府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因為往往在一個區域的治理裡面,如果這個斧制的關係處理得好的時候 他們往往會成為整個發展戰略一個新的形勢,會有一個新的發展的態勢 我們看回廣東、深圳和香港方面,這兩條主軸包括澳門、珠海和廣東方面 我想澳門要突破的,可能就是和珠海的一些附近關係 尤其我們會不會是可以考慮一下,適當地在廣東下放一些權力 讓珠海直接和我們去談一些實質上同城化等等的問題 不要恃住自己永遠都是由一個一國兩制的保護罩之下去做 我想可能我們的區域合作,包括我們這個粵港澳大都市圈,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這個我補充一點點,就是說我記得順利我就曾經寫一個小文章 粵港澳合作的重點是什麼,難點是什麼 當時我提出一個看法,我說因為我們知道粵港澳這三塊地方 港澳是兩個自由貿易區,它們是高度開放的 這個我們廣東是一個關稅區的一個省 當時我就提出,這個它的重點,粵港澳合作的重點是廣東開放市場 難點是在於,這個在中國,廣東已經處於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情況之下 中央是否能夠賦予廣東在對港合作中有更多的自主權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呢,這個呢,SEPA補充協議五六 實際上賦予了廣東在對港合作中的一些自由權 包括現在的這個鋼藥或這個框架協議,也去入了一些助力傳 但是這些自主權有些東西呢,還不是很落實 比方說我們談到恒情的問題 恒情開發,恒情我們現在是在恒情 恒情的發展目標,我說到10年之後要達到這個6萬5千個億 650億啊,650個GDP 按照現在要翻幾百倍 我說我看到那個,普通的開發,普通60年開發的話 它30年開發,GDP在增長67%還是67倍 它要比普通還要快 我看這個東西很難了,我看這個很難 怎麼樣使這個恒情成為一個新的體制 真正成為一個,它的制度能夠跟港澳行結 我們說是港澳經濟制度的延伸 港澳的經濟制度的優勢和內地的行政管理的優勢 在恒情的銜接,劃出意識形態的東西 它才使能新的發展 但是這個制度的中央並沒有 現在目前看來並沒有完成給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管理的創新啊 這個問題,我們資料解放很重要 如果要是這個問題不解決 廣東的市場開發不了,有些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有些問題解決不了,這是我的一點補充 下面還有沒有人,這個,大家再提出 跟我們各位嘉賓商討的問題 香港資金之友,您得心 其實這個問題我想問那個陳市長 但是可能陳市長不太願意接觸那個問題 我是看完,聽完剛才陳市長所說以後 有些想法,請嘉賓們給點意見 陳市長剛才提到關於那個 這個陳市長最終的問題 就是中國首先成為一個國際地區的第一個 那我想究竟這個成為一個國際經濟區 一個優先的經濟區有什麼特點 然後我們這個陳市長的經濟區跟那個長相角 我們又是比他們走得比較快 那我們反映在什麼地方 我們比他們優越一點呢 我想請嘉賓們直角一下 講過邊aving Hank places faces 因為你這也是兩個 一個στε一些是作為一個粲消eting區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點 大家講特點 因为这些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讲特点 比一讲我觉得像我们珠三角的世界的经济区 我觉得首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 制度安排上的非常特殊的东西 就是这点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内部有很大的差异性 更编于它的自由 第三个呢如果从国内来看的话 这个经济区域现在国内主要的三个 就是珠三角 长三角和金城堂 到目前为止这个区域因为有香港和澳门的存在 是比他们要开放度高很多 这个国内的经济体和国际的整体的经济体的转换能力特别强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基于从以后来讲 它能否继续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区域的成长发展 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争取处于领先地位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含蓄在于发挥它的优势和特点上 继续强化这些特点 而这个整合它的优势 然后实现一种整体的 面对着国际竞争的整体的竞争力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 你不说不讲 你们两位 谈谈你们的感受 谈谈你们的感受 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很重要 现在我们这个是跟长三角是有点竞争性很强 就是说香港我们 我们越港澳洲的城市不要竞争 但是我们跟长三角还是有竞争的 所以看看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想其实香港我们一常说 香港是金融中心 上海有做金融中心 那等于朱三角 长三角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要紧要的 你看我们中国整个国家的地理 那个面积这么大 你看美国这么大 美国有金融中心 有纽约 有波士顿 有洛杉矛 有芝加哥 整个中国这么大 譬如你说长三角 朱三角 我觉得其实大家是优势互保 还有大家有大家不同的优势 譬如香港 或者我朱三角这边 因为向外开放了这么久 有香港和澳门 和外面的交接的自由度 资金流很方便 信息流各样东西 那长三角又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 可能它是国内的GDP这么大 它可能成为国内的金融中心 所以我觉得其实 都不需要讲竞争力 而是觉得其实我们怎么样是 好好充分利用我们本身的优势 是将正如刚才院长所说的 怎样利用制度上的差异 也是利用本身的优势 是将这个区 是向世界进发 我觉得很多时候讲竞争 我经常觉得良性竞争是好的 没所谓的 最重要是大家怎样知道 我怎样把握最好的时机 去做最好的事 郑博士 我自己敢看 因为刚才说 长三角的优势 跟朱三角的比较 如果刚才其实 陈思长可能都有一些发言的内容 涉及到 港澳两个特区 其实有一个就是一国两制的优势 可能一讲长三角 我们会想起上海和香港之间 就是在金融中心之间的比拼 但是我刚才也很赞成 胡主席所说的那种良性竞争 但是在朱三角 如果我们加上一个粤港澳来看 其实澳门是现在中国 唯一一个合法的博彩城市 虽然我们的定位是一个旅游休闲中心 但是这一点 我想长三角是应该没有的 澳门其实在这方面 我想它可以发挥到一个优势互补 还有可以突显到本身 整个朱三角 在我们不同的城市之间 那个产业集团的协作 还有配置等等 我觉得这方面 其实相对来说 朱三角在这方面的优势 相对比长三角是稍好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充分去利用我们现在 即现有的一些竞争优势 还有我们在区域上的那个比较 那个优势是在哪里 譬如一些刚才所说的陈教授都有讲到 譬如纽约 就是东京 等等 我们会看回一个超级的一些 因为我们今次都有一个世界级的三角 朱三角的大都会 全部可能刚才包括陈思长 梁院长 等等的发言 都有一个世界级 那究竟现在我们去到这个 去到世界级这个闺美呢 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考虑 还有我们的心理准备 就算是民间政府 市场都有一个心理准备 去迎接一些世界级的挑战 还有我们一些优势 可能的产业链配置 应该是全球的产业链 是全球的一个战略来考虑的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一国两制 等等的优势 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 后发先至的优势在这里 多谢 谢谢 谢谢三位 看 看 对 对 你好 我是罗东海 做这个物流的 我说广东话好吗 我觉得这次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相当有意义 亦都给了很多宝贵的概念出来 方向是有这个必要性 亦都很准确 但问题是讲来讲去 就是说 怎样去实施呢 怎样去按捕就班呢 刚才大家也说了很多 基本上的 不同的地方 法律上 金融的制度上 其他那些 有很多 暂时不同的地方 怎样去逐一打破呢 这个题目是相当大的 我自己觉得好似老鼠拉龜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 怎样去做呢 因为这个题目 我觉得会不会 是 摆得太大 暂时 在现阶段 我们大家都摆得太大 为什么呢 一讲到粤 港澳的合作呢 一包括了粤 就太大了 我不是有心想说 把粤拼出去 始终都是要有一个 很大的发展 三个地区合作的福地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了 刚才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问题是一件事就是 是不是按部就班 怎样去做呢 令到 国家那方面 在管理上 在那个逐步的 这个去开放上 即是有一个 按部就班 不要乱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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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稳固 要平稳 稳步去发展 那么 变了是不是 好像刚才 这位先生 讲到 这个横琴出来 令到我的启发 想说一个意见 就是 可否考虑 先先 澳门 和横琴 再加上珠海 作为一个 先先 三个地区的合作的试点 因为既然珠海 本身已经是一个经济特区 澳门又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在这里 两者之间 都已经有一个特区的性质 假如把澳门的特点 珠海的特点 OK 两个很邻近的地区 两个特区 就将那个 施耗 即是已经有的 这个内容 在那里来到 膽大一点 围着个圈 等于 好像当年 我们国家 即是说 找珠海 和深圳 做经济特区 作为一个试点 结果 就一直开发到 全中国 我们国家 很多沿海的城市 都跟着这儿去做 如果这个实验 成功了的话 大家都有一个信心 和知道如何去做 因为这就是 任何改革的法例 如果两地的法例 融合的话 我相信没有人敢 我敢说一句 没有人敢将它融合 你说到整个广东省 因为广东省 刚才说了 即是一个省 一去到广东省 就涉及到整个中国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是很大的 这个 这个 我敢说是一个冒险性 可不可以 就说 缩小一点 我的重点 就是希望能够 缩小一点 将澳门和珠海 包括横铅 连在内 作为一个试点 什么都可以 放在那里试 应该已经走大半步了 珠海已经走大半步 又多了 和澳门的融合 是容易一些 因为好像是输血 有些同血型 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 谢谢你提出的看法 实际上我看那下子 按照恒情发展规划 其中定位就是有一条 就是一过两次条件下 探讨粤港区域合作的示范区 区域生化粤港合作的示范区 就是这个功能 但是现在这个政策 也提出了分型管理 但是我看现在这些政策 还不是那么落实 就是说 还有一些政策 涉及到 比方说实际上 它涉及到资金的管理 我觉得仍然的管理 或这个货物的管理 都相当于容易一点 资金的流动 信息的流动 这两个方面呢 比较难得大 资金的流动 有时候涉及到 国家的金融政策 信息的流动 涉及到 还涉及到 经济以外的东西 经济以外的东西 所以要 真正要成为一个 刚才你说的 要画出来 那是最好的了 其实广东市 我自我了解 广东市最早是这种 是这种想法 是想法 我们要进一步探索 按照 按照我们会议的讲法 是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现在是 十二点一刻嘛 现在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那我们这个讨论就到此结束 谢谢我们三位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出席第三届珠江论坛及世界级珠三角都会现况与前瞻高峰会的下午环节 现在首先进行世界级珠三角都会牵手同行仪式 这个特别的安排是为了体现论坛各成员共同努力创建珠江大家庭的理念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谭博元司长将移进地主之宜 与广东省雷玉兰副省长一起率领论坛三地成员代表及支持单位一同到台上进行牵手同行仪式 即此呈现珠江论坛是作为促进粤港澳三地多形式交流合作平台的独特风景 带出三地建立伙伴精神的重要内涵 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起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增进大家庭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 通过彼此的互利共赢 为大珠三角地区人民创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有请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港澳办主任 粤港澳合作出镜会名誉会长唐豪先生 国务院研究室陈文林司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持续发展彻理研究中心主任谢志伟博士 香港至今研究中心胡定序主席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出镜会李文岳会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持续发展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华峰博士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出镜会黄晓峰副会长 香港至今研究中心李金鸿理事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出镜会朝达华副会长 广东省粤港澳办副主任卢星洲先生 香港至今研究中心李国栋理事 恭喜各位主理嘉宾在数一二三之后 一同把手上的镭射笔指向启动器上 请准备 一二三 让粤港澳携手共建 珠三角都会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主理嘉宾 请各位留步 现在有请本次论坛的支持单位代表 一同上台进行大合照 有请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高绍青副理事长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事务主管 及澳门学者同盟副会长邓安琪女士 澳门名爱书役联院长 澳门银行工会邝达德代主席 澳门出入口商会黄毅满常务理事 澳门厂商联合会吴佳妍常务理事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梁书文女士 澳门天主教学校联会理事长舒应玄修女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陈锦明理事长 本届论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 进一步将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层面 从官方全面扩展至民间社会 有请主理嘉宾及知识单位代表 进行珠江大家庭大合照 合照完毕 谢谢各位主理嘉宾 请就座 现在请主理嘉宾先行离场 我们修理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由香港至今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主任朱文辉博士 为我们主持讨论的环节 在大家的资料中附有问题表格 如稍后在讨论时间需发问的朋友 可填写问题表格交给工作人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有请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润发先生 就有关澳门参与珠三角区电子钱包支付平台的发展进行发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济南大学经济学院封晓云教授发言 有请封教授 大家好 首先我在这里要对大家做一个抱歉 特别是前面两位讲者很对不起 因为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全程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我很不凑巧 今天下午有另外一点事情的安排 所以我就要在抢了两位讲者之前来做一个发言 我很感谢大会给我一个机会 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么因为大会给我的题目讲的是珠三角都会的消费市场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的珠江论坛能够围绕着珠三角都会的消费市场来展开讨论 这个题目我觉得是非常的有价值 因为如果我们看就是珠三角的这个改革发展的规划纲要 以及粤港刚刚签署的那个框架协议 我们看到珠三角的产业布局和珠三角的这个贸易体系 是整个规划纲要和这个框架协议里头最为重视的内容 而这个内容呢 在先行先事里头我们也非常之强调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珠三角都会的消费市场来看 这个是我们比较缺乏关注的一个这个议题 而且珠三角的作为世界级的都会 它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能够称之为世界级的 能够在全球生产和价值链的体系里头 占有一定地位的 是珠三角的制造和珠三角的这个进出口的活动 而珠三角的整个都会的消费市场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能称之为世界级的这个消费市场 所以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想我今天讲的题目 我想做一个思考 就是说珠三角都会消费市场 它的制约因素在哪里 我们真正要做到一个世界级的都会的消费市场 必须在哪些方面 必须强调它的先行先事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珠三角的这个都会消费市场的潜力在哪里 在这里呢 我就先不把这个港澳两地的这个数据放在里头 我们仅看珠三角九个城市的这个数据 2009年我们广东的GDP总量 大家看到了就是3.9万亿的人民币 那么广东省的人均GDP 我们已经达到了 就是我自己用限价来计算是5974美元 我没有把零头算上 但是珠三角的人均GDP 它已经达到了9871美元 也就是说已经接近了1万美元的水平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2009年的全年的存款余额 比我们2009年的GDP的总量还要大很多 其中这个存款余额里头的居民存款 已经达到了跟GDP差不多的水平 由此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这个恩格尔系数 已经达到了36% 我们说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富裕社会的水平 因此这个消费市场的潜力是非常之大的 可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的潜力 我只做一个非常表面的数据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的 就是这个都会的实际的消费资料 那么我拿一个数据给大家看 就是全国的社会消费品总额 零售总额 在全国GDP的这个比例 在全国是37.38% 广东省是38.10% 但是我们看珠三角的最主要的消费市场的三个市 我为什么举这三个市 因为这三个市占了珠三角常住人口的七成以上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它反映出来的是非常的不如人意 除了广州市以外 因为广州市是2000年的商都 它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一个商业的枢流 那么因此我们看除了它的数据以外 我们看东莞市 这个占珠三角常住人口20%的市 和深圳市占珠三角人口24%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他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呢 非常可怜 它低于全省 乃至于全国的水平 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珠三角都会区的消费市场 其实它的整个的消费市场 它是低于全国的水平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五千万的珠三角的这个人口 当然五千万里头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港澳地区 那么除了这港澳地区 其实珠三角人口最集中的这三个市 也就是说这三个市的消费市场 如果你能去占领 就等于抓住了珠三角的消费市场的 那个最大的比重 但是这个消费市场 我们看到整个的消费品的零售的 这个部分 其实是低于全国和全省的水平 就是除了广州市以外 那么因此呢我自己思考啊 因为2004年我曾经做过一次 就是珠三角地区内销市场的一个调查 我当时跟一些外资企业去做访谈的时候 我问他们 我说如果你们要占领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 你们首先会在哪里卡位 那么几乎所有的这些外资 包括日本的资本 香港的资本 以及这个其他国家的资本 这些厂商给我的回答 说长三角 他们不认为珠三角的消费市场 是一个 是他们很容易进入的消费市场 而且是一个比长三角有前景的消费市场 那么由此我自己思考 这个数据一出来 当然我这是一个很浅诚的思考 那么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其实是影响到珠三角的实际的消费水平的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东莞市和深圳市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就是说 其实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 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就是珠三角的户籍管理的制度 那么我们看东莞市和深圳市 它的户籍人口 深圳市是220万 东莞市是170万 但是这两个市的常住人口 其实都是几乎是近千万的常住人口 那么因此我们看 这里头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的过程 珠三角的城市化过程 由于我们的户籍制度的制约 因为外来人口 它的大部分消费 很可能就是不是在本地来进行消费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珠三角的整个的生产过程 我们看人均GDP非常高 但是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如人意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进出口的贸易 由同最主要的就是珠三角是中国进出口最大的地方 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的顺差 珠三角地区是提供了60%到70%的外汇顺差 因此人均GDP里头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比重是进出口 而不是消费 所以我们看到长期的这个出口导向 导致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消费 它是在国民收入以下消费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消费市场出现的问题 那么由此啊 由于这两大因素的影响 我们看一个分配的因素 就是从初次分配来看 从二次分配来看 我们都有很多制约我们消费 整个珠三角地区消费市场的这个部分 就初次分配我们看 虽然珠三角地区的居民可支配的收入 在人均GDP的比例 这个比例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数字是比较低的 再一个就是参加我们的三斤的人数 这个是二次分配了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它占全省人口的比例 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的保险的体制 在没有解决的时候 那么你要启动我们的消费 这就是居民的消费是没有安全感的 那么这就是分配因素的影响 除了这个影响以外 在2004年我们做内需市场调查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消费除了分配影响以外 我们还看到就是流通的影响 这个市场的因素 那么我们的内销产品市场的进入障碍 服务市场的进入障碍 以及市场监管 还有我们的市场行政的分割和壁垒 这些都是影响市场的这个因素 因为这个时间很短 我们只有十分钟的发言 所以这个因素呢 我们在2004年做调研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是展开过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因此最后我想做一个 就是一个思考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谈到珠三角规划的时候 我们谈到了很多先行先事 但是如果我们要造就一个世界级的 珠三角消费市场 那我觉得我们有些先行先事 是必须要进行的 首先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先事 这一点呢 我觉得珠三角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 如果我们走不到全国的前列 珠三角的都市化 我觉得是一个空话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配制度的改革 也要先行先事 这两点我觉得应该在珠三角的规划 纲要里头做一个补充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的消费是没有办法启动起来 这个世界级的消费市场 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第三点就是跟我们的市场融合有关的 就是3D的消费市场要融合 必须打破行政的壁垒 珠三角地区包括港澳的地区 应该先行推进产品服务的统一市场标准和监管 这个体系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昨天和南越公司的老总谈到的时候 他说供应给澳门的蔬菜 它的标准一定比珠三角内部市场的标准要高 那么我昨天跟高社长谈的时候 他谈到了就是一只高露节的牙膏 供应给港澳地区的配方 跟供应给国内市场的配方完全不一样 那么你想想这种统一市场 统一这个消费行为或者消费模式 你可以建立吗 包括我们说东江水对港澳地区的供应 水的质量标准也是相差非常之远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的 还有就是服务产品的这些标准 这个都要打破行政的壁垒 那么才能够使我们的珠三角的这个消费市场 能够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那么所以我提这几点思考 只是谈自己很粗浅的一些认识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珠三角的国际 世界级的这个都会 今后不但有全球生产网络中的 世界级的工厂 世界级的贸易的网络 同时要有世界级的消费市场 这就是我一个很简短的发言 谢谢大家 谢谢风教授 请就座 接下来有请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润发先生就有关 澳门参与珠三角区电子钱包支付平台的发展进行发言 首先我在这里代表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 是多谢主办机构 给我们有一个机会 在这里讲一讲究竟澳门的企业 是在这个珠三角的都会消费市场融合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的什么角色 稍后我会简单地去介绍 究竟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什么公司 可能本地的澳门人可能很多都认识的了 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是一间发行电子 电子钱包的一个机构 简单地去说就是我们叫IC卡 澳门通有限公司我们是在2007年7月 我们在澳门正式发行这一类的 小额消费的电子消费卡 澳门通也是在澳门金融管理局 注册的一个金融机构 我们的业务当然是包括电子钱包 清算服务 身份认证 以及一些数据的处理 为什么我这里提一提澳门通的技术 以及使用或者一些标准 我们刚才讲到 待会我会慢慢讲到 就是说对于一些企业 在某一些产品 我们在珠三角里面 在繁珠三角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技术的标准 我们怎么去融合它呢 我稍后慢慢再简单一点去介绍 澳门通现在我们用的技术 我们是用国际标准的智能卡 还有读卡机 也同时可以兼容到 处理通用的标准 ISO1443的AB卡 我们采用金融机构的数码安全技术 是为电子货币支付系统 我们这个是提供标准的安全 快捷和可靠的交易支付平台 亦都采用金融交易签署和认证认可的系统 数据资讯 这个我们拿到所有的数据 我们都可以帮到 是作为使用这个电子 收费的一些商户 是作到一些市场分析 澳门通现时我们在澳门 已经发行了55万张卡 我们的联储理量 那个交易量 我们超过一亿宗 我们的读卡终端机 我们超过900台在澳门 我们在澳门合作的伙伴 也超过100间 我们会发行了 非个人卡和一些个人卡 有不同的卡类 当然包括一些纪念卡 也有一些是掌写卡和学生卡 大部分澳门的市民 他们都已经拥有 比如说超过65岁 他们会拥有一张掌写卡 而学生也会拥有一张 个人的学生卡 简单来说 它的应用范围 我们有公交 零售 校园 自助售卖机 停车场 身份的认证 以及一些数据的发掘和处理 在澳门通 虽然地方这么小 地方比较小 还有我们人口不多 在企业来说 去做一些这类科技性 资讯性的生意 其实我们面对有不少的困难 虽然是这样 我们都会积极发掘在澳门 或者将来在梵珠三角 我们融合在零售业方面的商业机会 我们在公交的应用范围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现有这个独卡机 我可以在这里说 就是说我们是区内最先进的一个独卡机 因为它是可以做到一些无线的数据传输 全球定位 和一个RFID的定位 也都可以帮到在这个公交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智能的实时的 营运和管理 是帮到营运公司可以做到这个营运的管理 也都是可以做到一些数据的处理 和资讯的管理 这个当我们在澳门通用这个卡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刚才我刚才说的 这么多的用途 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方面 这个不仅在澳门 我们说的是有公交 将来我们譬如说在这个珠三角 无论珠海也都无论是在广州或者深圳 包括香港 我们在这一方面在这个公交系统里面 就是那个技术的互相交流 对双方我们觉得 都会是有好处和有利的 除了公交之外 我们会在零售的业务里面 超级市场 或者是一些面包店 我们这个卡都是可以用来 作为一个电子的钱包来使用 便利店 我们现在有的在澳门的 就是OK便利店 和71便利店 在澳门我们是有一些餐饮和饼店的服务 亦都可以在一些售票的服务 是利用澳门通卡去付费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这个 就是说少些人认识的 那么我药莫讲讲 就是说我们澳门通 就可以在这个山顶医院 是做一个自动登记的服务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说的挂号 拍一张卡 我们这张卡就可以 是为老人家 或者是为病人 即时可以挂号 就不用拔张纸这样做的了 我们在学校 是做一些所谓叫做 叫做圆通 一卡通 出入啊 点名啊 图书馆的 借书还书啊 他们餐厅 考勤啊 这张卡都是做得到的 自助售卖机 我们在一些图书馆里面 有些影印机 我们可以插一张卡下去 你影印每张收一毫 他们可以在卡里面 自动扣费 屋苑停车场 一些保安 停车场的扣费的应用 其他我们应用的范畴 就是科学馆的扣票服务 体育发展局 打完武林球的付费 这张卡都可以做到 民政总署 我们现在发展的 就是一些城市指南 在泳池的集机 的自动收费 中央图书馆 在泳池新码头的停车场 利用我们的卡去做泊车 出入 刚才我都解释了我们澳门通的业务 内地都有很多这种卡 在内地 例如广州我们有阳城通 深圳我们有深圳通 香港有香港的八辣通 刚才我们说的服务 就是我们这张卡在这个小额消费里面 当然最用得说的就是香港的八辣通 现在我们澳门 刚才我介绍所有的一些小额消费 其实都已经是多样化的了 有不同的消费 但是在国内 他们的卡 都有一些简单的消费 但是他们主要都是在交通方面来使用 在国内的卡 他们所用的标准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我们叫技术性些 他们的标准就是PBOC 2.0 我们叫做CPU卡 亦都是国际ISO1443 另外一种就是国际ISO1443 Type A NXP的MIC FAIR卡 这是两种卡的标准 国内都普遍会用 国家银行行业 国家行业标准 他们是用一个叫CJT166 304 306 等等这几类的卡 为什么我在这里说这几个标准呢 这个是很影响我们将来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两地或者三地 我们的卡 怎样去互通 各地的人民互用呢 如果我们的标准有分差 我们都不容易去解决这个困难的 这个电子钱包 我们说的是澳门 现在我们正在用的 刚才我都说了 我们是根据国内的标准 是用这个CPU卡的 区内保电我们采用的新技术就是 PPOC 2.0的 我们叫EDEPCPU卡 这个呢 澳门通呢 我们都是采用这个标准的 就是说我们是根据国家的标准 澳门通呢也都希望在区内呢 统一了这个卡的技术 大家互相在各地互用和消费呢 这个可行性呢 是很高的 我说的是技术性那方面 在市场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制式 这一类卡 那例如呢 举个例子 银链的我们叫做QPBOC 或者电数业 现在用的RF SIM卡 那 但是这一类技术呢 就很有趣 这一类技术呢 就是在交通那方面呢 尤其是范朱三角呢 交通那方面呢 他们是暂时没有采用这个标准 那当然在小额消费呢 他们是有的 那朱三角呢 那我们讲上注的人口呢 我们估计啊 刚才我们讲的说五千多万 那我们看呢 是应该上注的人口 接近一亿的 包括一些旅客 那GDP呢 高达八千亿的美元 那 那 在未来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澳门通股份有人公司 我们看到呢 是未来呢 在范朱三角 尤其是在 这一个地区里面的交通 云术 都有很多大型的基建 这个包括澳门的轻轨系统 港珠澳的大桥 那就是等于代表将来呢 也都会有很多跨境的巴士服务 港珠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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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作为澳门通是一间在电子钱包里面 在澳门的一个企业 澳门通在那个技术平台 我们采用国家和国际的标准 我们这个平台现在我们的设计 其实都是为将来泛珠三角的消费的融合做了一个准备 我们是用一个我们叫做开放式的平台 什么叫开放式的平台呢 就算在泛珠三角里面 广东省不同地区的卡 我们都预留了我们的平台 是可以接受到不同的卡 来到在我们的开放式平台里面用 就是说可以在澳门来使用 我们技术上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和大家去接轨 正如刚才几位讲者说 我们可能是不可以在三五个月之内 或者一两年之内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但是我们今天不做这个接轨的准备 将来我们要接轨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技术平台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准备 在将来在繁珠三角里面 在这个电子钱包可以做到一个接轨 我们将来也会积极参与 珠三角区内交通网络电子钱包支付平台 而达至互联互通的这个目标 在这方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 我们还面对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达至一个共通 或者共融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需要政府协调是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因为我们三地正如刚才都讲过 我们的汇率和我们的银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地的银监署和金融管理专责部门 都要我们大家共同一起去探讨三地货币 究竟清算和对汇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达不到的一个目标 只要我们大家包括营运的个体 我们作为一个货币的媒介 和各地的政府我们一起坐来去探讨 我相信是可以解决 而是可以达至到在这个小额消费电子钱包 泛珠三角的地区 很大机会可以大家互通和互融的 多谢各位 谢谢高先生 请就座 现在有请香港危害营销传播集团创办人 及行政总裁陈一璨女士发言 大家下午好 我叫陈一南 我的名字比较难念 今天我就会再讲一些中国的消费者 特别是珠三角的消费者 如果我们要打好这个市场 一个我们不可以忘记的 就是我们很重要要了解消费者的趋势 我做了中国市场大概有20多年了 所以打造无数的品牌 现在我觉得有很好机会 我们怎么去打造个珠三角的品牌 那我们讲品牌之前 我觉得第一肯定要了解一下 新的中国消费者他有什么的趋势 我是总结呢 是六个主要的趋势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消费者不同以前 现在呢是全门参与 全门娱乐的时代 是什么概念呢 以前呢 那我们都是看着大明星啊 这个节目啊 但是现在不是 是自己娱乐自己了 这个可能是当时的超女 带动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潮楼 现在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到流行的节目 特别是回南会市啊等等 都是自己一家人去参与 大家都看到真人收这样子的 那最近呢 香港的TVB跟湖南会市呢 一起共同做这个 一个舞动传承 这个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节目 就是说以后呢 也可能更多是香港跟国内的这个娱乐界 一起去创造这个很流行的一些平台 第二呢 就是以前我们如果看到一些名人 大言人 或者一些领导人用的品牌 比如说小猫香烟 大家都想去追捧去买 大概中央电视还做过广告的 大家都觉得很好 但是现在呢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专家 因为有了呼人嘛 大家就去看 所以每一个小人 都是可以发表他的意见 大家就去看网上查一下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调研呢 看到呢 有百分之五十多人觉得 我是常常参与社会的活动的 或者常常都有人问我的意见 所以每一个都是个意见领寿 这个是个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有一个汽车 Cherokee Jeep 一个吉普车 有一个人他买了之后呢 这个车就出事了 又火了 他去投诉 没人理他 这个厂家不理他 然后他就往上做骂 骂了之后呢 引起了网上很多人就谈 最后结果呢 这个厂家要去找他 送他一个新的吉普车 大家看到他的新的吉普车 多开心 这个呢就是网上这个大家参与的力量 那甚至呢很多时候大家去餐厅啊等等 都会看很多点评很多网站 所以现在真的非常不一样呢 已经不是什么是专家 大家都是专家 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非常快速的时代 所以呢什么都是24小时啊快餐厅啊等等 甚至呢麦当劳也去做送餐了 那特别在广州呢 那广州人最喜欢是吃的 所以呢广州人呢在吃的费用是排名全国第一 百分之八十呢每一个每一个星期都会出去吃饭的 然后呢现在呢不只是吃很多这个快捷的服务 也现在很流行了 比如说以前我生孩子都没有 现在呢生孩子大家都要去找月少 现在不去找呢你现在六个月不定都没有了 那些一些呢都可能是在我们香港啊广州人最 懂得去保养啊包汤啊都会很很好啦 这个在共同照业租商找可能越少品牌也不错 甚至呢做饭的保姆甚至我们现在很流行就找教 就是他不只是帮你看孩子 他还会叫他念书的 这些都是新型的服务 除了这个零售之外呢 其实现在大家都去网络去购买 所以呢在淘宝方面呢我知道我的同事每一天都在淘宝 那在互联网的用户有一半人都在网上呢是购物的 甚至呢在这个手机上网现在是非常非常流行 呃对于现在特别是80后的实时呢他不上网每一天是不可以生活了 网上就是他的生活 那我也去理解一些为什么因为我不是80年代出生的吗 原来呢为什么这开心网那么那么流行 原来呢他们可以在里面实现的梦想 比如说他可以买他的朋友买他的老板 越多人买越贵 然后呢可以叫他的老板或者他的朋友去做他的奴隶 那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实现的 现实实现不到的梦想 然后呢我觉得最后还是最重要 因为以后什么都会联起来就是用互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我记得四年前我们已经帮这个Hire做这个U Home 什么以后你的都可以用你的Internet网去控制 第三呢一个趋势呢就是男装男士呢对这个桥流 还有他们的表现是越来越重视 以前呢我们说男人的宠物什么可能买一个iPhone 可能买电脑了快车现在不是了 其实现在男人越来越注重他们的美容 所以呢平均现在有一个调言说的 08年的时候平均一个男士是发10分钟才出门口 09年呢已经要发15分钟了 为什么呢他还要查这个面霜啊 还有anti-aging这个眼霜啊是非常流行的很好卖的 那所以现在呢很多的曼苏雷顿呢我们做曼苏雷顿的 然后很多这个都有男士的化妆品 大家看到呢如果女性的化妆品可能现在覆盖率90%多都大概没什么变了 男士在这三年内这个化妆品的覆盖率已经达到40%了 所以男士的化妆品非常庞大的市场啊 这个包括在我们珠山脚也是也是很流行的 所以呢男士的这些杂志都是讲时髦外表聪明生活 那第四呢特别在我们珠山脚很注重的是教育 教育是一种投资 比如说成人的教育包括新东方啊 大家非常流行学英文啊 我们曾经在Disney帮他们做过一个就是Disney的Disney English的学校 那特别是儿童 因为呢有一个说法就是 宁可苦自己不可以苦你的孩子 所以呢孩子投资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是他们很辛苦的 要什么都要学 一早都要学这个发展头脑啊 然后还要去跳舞啊等等等等的 甚至呢 非常流行就是组织那些团去外国去考察 所以呢 这个抱着外国这些夏令营啊 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个投资 第五呢就是先健康主义 那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呢 可口可乐是大家都想喝的 只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呢 可口可乐已经不是最畅销的观众饮料了 最畅销的肯定是广东的王老鸡 因为唯一一个王老鸡是可以 老人人家长小孩每一个人都可以喝的 也觉得他非常健康的 可以建去房子里面的 那王老鸡不只是统一全家人的健康 也可以统一全国的这个这个共鸣 我们曾经六十年的时候呢 帮王老鸡做过一个中国六十年的签顶的广告 就是说全国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 大家都是喝王老鸡 因为在记性的时候高兴者都 王老鸡跟大家都高兴 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饮料可以怎么去健康 那康师傅也是呢 从以前的冰红茶 我们曾经做冰红茶 现在呢很多健康的茶类 甚至外国的Lipton 他以前就是这个外国人的这个黑茶茶 现在呢他也做很多绿茶加这个Herbs等等 就是打健康的茶的概念 甚至呢这个洗发水也是很多的中草药 那霸王很成功上市了 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广东的品牌 现在做百年运法 现在给耐尔士集团买掉 那我们用刘德华呢去讲这个护理的概念 这个心清洁 也能够调理你的头发 那这个也是这个一个新的品牌UrU 就是百年运法下面的一个正经年轻人的 就是讲他这个草草药 但是很年轻很时尚的做法 甚至牙膏 现在中国的牙膏不只是走低档 还有高档 就是百年余南百药的牙膏呢 是非常成功上市 也是走这种健康理念 那在广州呢 除了这个健康产品方面 甚至瑜伽啊 这个香港百家这个taste也刚刚开了 就是讲很新鲜的这种健康概念 第六呢就是呃 我可以说实在型的豪华消费 那大家就知道中国们吸引就是中国有庞大的对 车食品很很大的市场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车食品市场 呃 呃 购买奢侈品呢 跟这个月费是呃 你的收入是没有没有关联的 一个普通的一个白领 可以发三个月的工资去买个LV包 这个大家都在大陆非常普遍 但是在广州不一样 那广州人呢不会去买这种追捧就是名牌 呃 在全国呢 有阿迪德斯啊 巴比啊 丹佑啊 他们都有很多概念店是全球最大的 丹佑在上海有 甚至有他的理发店等等 但是呢 在广州这些也不是太流行 香港就很多 那不代表呢 呃 我们不提醒本地人呢 呃 我们不去做 因为香港这些店呢 是用很多很多的大陆人去买啊 那珠三角的消费者是比较实在的 他们是喜欢这好的购物环境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去花钱去享受 但是他会花在比较实在的东西 比如说厨具方面的啊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方面呢 一些可以保值的珠宝啊 化妆品啊 或者呢 房地产方面 只是这个取上不一样 所以呢 这几个呢 就是六个 现在目前消费者的 我觉得值得 呃 我们知道的一些消费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我们对品牌有什么启发呢 我觉得有六个 第一呢 就是在表达方面 就是以前呢 我们他们是很愿意表达自己的 所以我们给他不同的渠道去表达 比如说呃 我们做康师傅的时候呢 会安排他们很多自己去唱这些乐队 然后呢 表达他们这种创造性 呃 汽车 你可以自己选你自己的不同的汽车 还有他们现在每一个很忙啊 那我们怎么去赢到他的这个注意力呢 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不同的接触点都要关注到 比如说Nike做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他运用户坏广告 但是呢他点回来的时候呢 那他呢 他用手机你又跑到你这个地点 然后呢可以可以统计 比如说这个香港的维他奶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包装 那甚至呢广告方面 我们帮这个海员公园呢 非常互动的广告 你可以问答答案大众的话呢 你就有奖品啊 不知道大家知道的答案是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有奖品的 好 然后呢我们呢 也要给他很多的机会呢 去去驾驭他 给他的工具 那时间问题呢 我就不带多讲了 主要呢我想说呢就是 实事我们的偶像 不已经是以前的偶像了 包括香港 你看到这个图吗 这个很流行 这个他在街头的也可以做偶像 当时很多人报道 OK 最后呢就是 实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偶像 比如说魏远桃 我们是找一个中草药 这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呢我们创造他作为我们的明星 然后呢注重呢当地的文化 那我觉得我们在中山 我们这个珠三角呢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香港的茶餐厅 阿门的茶餐厅 我们的点心 我们怎么可以帮他中西合并 拿到最好的概念 那我知道王先生负责这个 我刚才才发现 我想表扬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讲这个港式奶茶的成功 可以政府去安排这种活动 甚至呢我们广东是什么 这种真功夫人成功的 我们去倡导这种我们这个珠三角的 市的文化 这个是我们的歌户 这个是洪福堂 是我们做汤也可以去尝导 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将珠三角文化 我们特别的娱乐文化 我们的饮食文化 我们的健康文化 我们的生活时尚文化 其实呢我们可以呢 尽量帮他作为我们珠三角的品牌文化 只要呢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三方人手 我相信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做出我们珠三角的国际品牌 谢谢 谢谢陈女士 请就座 下面有请香港金百家集团主席 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先生发言 首先 谢谢陈小姐给我 卖一点广告 那这个我还是用这个 广东话来讲 可能比较称切一点 我相信大部分的在座的朋友 都听得懂就是广东话 在这里 其实时间好像只有十五分钟左右 那我就要快一点讲 刚才呢 今早呢 也听到很多讲者所讲的 是关于一些宏观一点的 整个经济的情况 不是单止的珠三角 甚至是讲到世界性的一个世界观的经贸的发展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其实因为 在国内的发展 也都已经有大概有十六年的时间 那这十六年来呢 其实我们也是从一个批发的 制造生产的公司 就转型到 不是转型到 不是转型到 而是加入零售的行列 那这样 而这个SIPPA呢 因为今天我所讲的题目呢 就是 直SIPPA开拓珠三角零售销售的市场 所以也都集中一些 在那个珠三角的零售销售的市场 那个范畴那里 但是去到这个位置之前呢 其实我也都想 将这个题目呢 先行确阔一些 因为我们的公司呢 其实呢 这个业务的发展呢 就不单纯只是在珠三角 而是在全角性 这样去都有我们的业务 那我们 所以 SIPPA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呢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商机 那从这个图表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香港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的话呢 其实 其实面对一个那么 不要说全国那么大 只是坚纯只是广东省也好 那也都是 有差不多五千多六千万的人口 常住的人口的话 其实再加上外地其他的人口的话 那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 差不多有成亿人这样 那这个呢 对香港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那 那 也都可以看到呢 香港也是一个平台呢 是可以吸引到很多外国的投资者 和外国的品牌 进口香港 而 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呢 是进入大陆的市场的 那 那SIPPA 其实呢 这个最紧密的经贸安排 在03年6月29日签订 这个也是一个日子 我一定记得的 为什么呢 03年的时候呢 就是 非典 就是沙士的时候 就是 三月期间呢 就是令到大家 就是 可以看到的 经济那个影响是挺大的 那 自从6月29日 中央和香港签订这个SIPPA的话呢 那也是一个政策 令到香港 很多企业 很多 有兴趣投资去国内的公司呢 都是一个鼓舞来的 所以也是 从当时开始呢 那 香港的经济呢 在一个谷底 就一路慢慢上升 那去到年底 03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自由行呢 也都开放了 那所以也都 很多 国内的同胞呢 也都来香港旅行 那这一度呢 也都是影响到未来呢 由03年之后 这六七年来呢 那对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呢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 也都可以看到呢 就 那 香港 其实呢 也都要融合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 那这个发展的机遇呢 那我 在下一章slide那里呢 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 SIPA呢 其实呢 除了自己本身 有它一些特定的 条件之外呢 那比如说 初初一开放SIPA的话 我记得好像有273种的产品 和一些业务项目呢 是可以免税地进入国内的市场 那到现在几年后呢 那已经发展到这个 总数的项目和产品呢 已经超过五千种了 那但是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我们不是单纯 只是看SIPA 就是 香港和朱三角的关系 而是 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 范朱三角 包括九加二 所谓九加二 就是九个省家 香港和澳门 那这个发展的机遇呢 也是 由06年开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途中呢 我们的特首呢 曾蔭权先生呢 和唐英年司长等等呢 也都是率领很多次一些经贸的团呢 去不同的省市去考察 和去推广香港 就是介绍香港的品牌 的服务 各方面的发展等等 但是同时间呢 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其他的地方呢 也是积极地去开拓自己本身的市场的 那在东盟十角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未来的发展的商机 而中西部的话呢 搞的中国博会 西博会 这些大规模的博览会呢 也都是令到 这个经贸的发展呢 是有一定的成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未来的那个经济的发展呢 SIPA是 即是 香港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关系呢 是可以打通这些市场的话 是进入 不同的地区的区域呢 其实是一个 很庞大的市场 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呢 就是 刚才其实很多讲者都提及到 那我 很简单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说 由加工的产业转型 变成一个经济的区域 这个就是 无可置疑的了 整个 广东省呢 其实都在转型中 那因为珠三角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呢 也都加速了其他的行业的发展 也都包括了服务性的行业 那这个也是有服务性的行业 也都包括了展览的行业 和餐饮的行业等等 那也都有创意的产业的发展呢 动画等等呢 也都很多的基建 旅游服务等等 那这一方面呢 也都可以 就是 我们 唐英年司长呢 去年 就是带我们去 九个市去考察的时候呢 也都 就是回来之后 也都是 讲到呢 香港 和内地之间 那个 结合呢 那其实 可以未来 是一个 好 一个 一小时的生活圈 那这个圈呢 其实由香港去 每一个城市 如果是可以一小时之内 就可以达到的话 其实就可以 很多的商机 很多的活动 那这个不是单纯 只是香港人 入内地 而是内地的市民 也都是随时来香港 所以这个 经济上的发展呢 其实是一个互动的 的情况 那 而香港 目前的优势呢 就是 因为香港 香港 自从 80年代 美 就是 中国开放的市场之后呢 其实很多香港的 商人呢 也都是 进入了 中国的市场 那 也都是 具备了市场的 一定的经验 以及 也都是 已经建立了 一定的网络 在那里 而香港的品牌呢 那 也都是 一个 品质的认同 也是一个信心的保证来的 那 香港作为一个 经贸的平台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 将国际的 企业 或者它的 产品 经过香港 而进入 中国大陆 那 也都可以看到 SIPA 签订之后呢 其实在这一方面呢 香港是得益不少的 那 也都是 透过SIPA的话呢 也都有不少的 就是 国内的企业呢 在香港投资 也都 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呢 是跳出 去 世界 那样 而香港另外的优势 当然是 刚才 唐英年思想也都说到 在一个 人才那方面 那 另外呢 就是 因为 曾荫权 特首呢 也都有提到 那六大的产业 其中就是 那个品质的检定 那这方面呢 就 香港政府呢 亦都很积极地去 鼓励 一些企业 和香港政府自己本身呢 都会希望 香港可以成为一个 品质检定的中心的 那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特区政府呢 包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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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r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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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做生產、批發、零售 而我們的業務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東莞和佛山都有我們的分公司 業務的範圍其實亦都是比較多元化 但都是集中在食品方面 亦都包括了自己開的咖啡店和餐廳 近期這兩三年來的紅酒熱 我們亦都有做紅酒的生意 情況都頗理想 目前我們的咖啡大概佔全中國的蒸餾咖啡的銷量超過25% 供應給麥當勞 現在就算澳門所有的麥當勞咖啡都是我們供應的 很多的酒店、餐廳、大家樂等 都是我們供應的 而說回一些零售方面 而我們公司有兩個品牌 其實我們有很多品牌的 但其中有兩個品牌就拿了香港名牌 亦都是我想大牌檔的品牌 或者在座的朋友也會認識 在香港之外 其實在國內的市場 我們亦都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因為拿了一個香港名牌的稱號 其實亦都可以給市民一個信心的保證 產品方面 其實我們也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特別是在這兩年來 我們也都在健康的產品 積極在國內推廣 健康的產品也包括剛才那個 那個0.6的產品 和那個零售的連鎖店 那麼我們的策略 其實最重要一樣就是什麼呢 就是注重食物安全 和在那個食品的嚴格監控是很重要的 就是做什麼生意都好 如果我們做食品行的話 你的食品 你做多少廣告 但是如果你的食物安全那方面 完全是過不了關的話 也都是對你的形象是很有問題的 那麼我們也是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營銷團隊 那麼建立了這個銷售的網絡的話 其實也都包括了很多的餐廳 酒店、快餐店等等 那麼最後也是一個網上的購物 剛才陳小姐也有提及到 那麼網上那個 E-business其實也都開始佔我們的銷量 是開始逐步上升 那麼如果我們在國內的話 就整體那個零售的網絡 我們的銷售點是超過一千個的 那麼我們自己的客戶 如果是用我們的產品的 比如酒店那些客戶 是超過一萬五千間的 那麼也都是盡量去提升那個競爭力 引入多些的不同的產品 那麼也都參加很多的不同的展覽 那麼也都可以看到 圖片的話是薄熙來書記 是在喝我們那些奶茶的 因為搞了一個 就是金茶王大賽 剛才陳小姐也有提及到 那麼去年搞這個大賽的話 也是非常之成功 那麼今年我們也都繼續搞 而澳門呢 我們也是選了做一個 區域性的分區菜的菜點 那麼在6月13號呢 就在Vernetian那裡進行比賽的 那麼今次的國際勝賽 就包括了有多倫多 有澳洲的雪梨 還有北京、上海、深圳 那麼決賽也在香港的 那麼所以這個是比較大型的一些活動 那麼也都值這些活動呢 是推廣香港的一些餐飲的文化 那麼間接上的呢 也是為我們公司呢 帶來一些廣告的得益的 那麼上個星期呢 我們也都搞了一個 港式的咖啡王大賽 也都是非常之成功 那麼也都吸引了很多傳媒的注意 那麼而那個冠軍呢 還有深圳的茶餐廳的一個沖咖啡的師傅 那麼所以過江龍呢 其實是很厲害的 那麼香港也都不要以為自己厲害了 那麼所以這一方面呢 其實我們也都要互相學習的 那麼最後呢 那麼最後呢 也都要展望呢 因為那個市場的空間呢 是剛剛所說的 也都不是單純 只是在珠三角 也都是發展到 珠三角以外的市場 那麼甚至是外國的市場 那麼所以這個空間是非常之重要 那麼香港的品牌呢 也都得到的認同的話呢 是同樣是受到關注 同樣是受到認同 所以香港的地位呢 更是重要的 在這個位置上呢 其實我要加入台灣這個地方在這裡 這個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我們珠三角之外呢 其實現在 我們都有跟台灣的 很多公司都有做生意 那麼也都是看到台灣這個經濟的體系的話 其實不能夠忽視它 那麼也都應該呢 將它加入 立在這個珠三角之內的其中一個地方 那麼所以呢 如果再形成這個經濟體系的話呢 整個區域性也都更加強勁的 那麼時間關係 我都很快地這樣講 那麼多謝你們 謝謝黃先生 請就坐 現在有請台灣淡江大學 請請就坐 請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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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主题是从台商的观点来看珠三角跟海市区的发展 主要是从一个生产面来看 跟我们的主题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不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生产跟消费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有生产赚到钱以后才会消费 那么我们从一些资料来看 目前珠三角在吸引台商方面 从存量的观点来看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一个优势 那么譬如说我们从那个91年到2008年的累计的投资金来看 珠三角的主体广东省的话它占的比重有24% 那么当然是比张苏省稍微低一些 那但是比海市区的主体福建省7点多%来说 还是高出了相当的多 那可见的话以存量来看的话 珠三角对台商的吸引力还是相当的巨大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在改变之中 那台湾最有钱的工会 叫做电子与电机工会 他们每年都会对台商做一个大型的调查 那么去年来说 他们列入评估的程序有93个 包括对他们的投资风险 投资的环境等等做一个评估 那么回收汶尊有2500多份 是相当具有一个代表性的 那么这份调查发现呢 有两种区域的话 是跟珠三角以及海市区的一个投资环境 是有关系 第一的话 那维持住前几年的一个情况 目前台商投资的区域 还是在长三角 然后再来才是渤海湾以及珠三角 那么这种情况是从前几年就已经出现 但是现在的问题稍微严重一点点 那么根据这一份调查报告里面的话 那么他们列入走13个调查程序里面 分成A B C D 4的等级 A级是属于极地推荐的名单里面 那极地推荐的名单里面有22个 其中的话 长三角有14个 占了6成多 那么环渤海有4个 占了18% 两者加起来就超过8成 那珠三角一个程序都没有 可见目前珠三角的程序对台商的吸引力来说 在生产方面的话好像是不太够了 然后呢 假如说我们把这13个程序 把它分成9大经济区 然后把每一区的那个 程序的总分加总起来 我们发现呢 珠三角在所有9大经济区里面的话 他们得分是最低的 那么最糟糕的是 在最低的等级不推荐的名单里面的话 有超过一半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 有超过一半是属于珠三角的一个程序 那可见的话 珠三角目前必须面临到一个转型方面的一个压力 那另外呢 一种线上是 海溪 它从去年5月份 那么 推出这个海溪的发展计划以后 第一次受到台商的一些欢迎 那么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面 有几个城市它是属于海溪区的 他们去年的得分排名都比前一年的2008名高出了相当的多 特别是萨门岛外跟萨门岛内这两个地方 已经排名比前一年高出了相当多 列入极力推荐的名单里面 那为什么会发生珠三角跟海溪区这种起烧比涨的一个现象呢 这当然有一部分跟投机环境有关系 有一部分跟台商 包括外商的一些投机的一个形态 不一样有关系 那么第一的话 我们发现 在80年代台商去珠三角投机 是因为当地的一个东西比较便宜 然后呢 当时的台商的话 它主要是劳利比级型的产业跟传统性的一些产业 因此吧 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 珠三角可以吸引到相当相当多的一些台商去投机 但是到了90年代 甚至在2000年之后 随着台湾的产业结构的升级 慢慢转型做高科技的通讯 跟资讯IT方面的产品 到大陆投机的产业 也变成高科技的一个产业 跟基本密集型的产业 甚至说在2000年后 那么大陆加入WU以后了吧 那么所有类似市场的开放 很多服务业的话 也到大陆去投机 当然他们的投机的区域就不再是珠三角 而是长三角或其他的地方 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们刚刚也提到一点的 也就是说 早期台商去到投机 最大的东西是因为 珠三角工资很便宜 因为在80年代初的时候 最大的诱因是当地的 不光是工资还有土地方面的便宜 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GDP 已经到达人均3000多美金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大陆的类似市场 发展的相当的快 目前来说 我们根据我们做一些调查 投机大陆来说 台商最大的东西在于说 发展当地的一个市场 当然工资便宜 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但是并不是说 最重要的唯一的考虑因素 那么另外的话 第三点是跟珠三角 和珠三角的投机环境有关系 因为目前珠三角的台商 它面临到的环境 跟20年前在台湾的时候 几乎是一模一样 在80年代后期 为什么台商 大举的去珠三角投机 因为当时台湾对劳工的保障 有增加了 那两年前大陆有推动 这个新的劳动合同法 还有呢 工资争土地价格大幅度的上涨 那这一点在珠三角 这几年来也看到 甚至说人民币也在05年开始升级 当然升幅没有当年台币升那么多 我当年台币在三年之内 就升级了六成 那现在的话 珠三角面临的情况 可能是比较稍微缓慢一点 那另外是环保标准提高等等 这些因素 那么台商也是 重新面临到同样的一个困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些珠三角的台商 大概只有两种的出路 第一的话 迁移到内陆 比较工资比较便宜的地方 或者说越南 印尼等等地方 像深圳的富士汤 它在前几年 就把一部分的一些产能的话 都迁移到湖北的武汉区了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转型升级 就是说第一的话 从出口转做内需的内烧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就是做一些高借的产品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两种方法都是有它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迁移到内陆地区 搞不好几年后 当地的工资也贵了 还有转型升级方面 当年这些台商离开台湾 也是因为没有办法做转型升级 那今天在珠三角 它也不见得有能力的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是企业层面的部分 那至于说 对珠三角这个地区来说 虽然说短期内 可能面临到一个产业 通信化的一些疑虑 因为毕竟 有些企业的话 有出走或倒闭的 像前两年 我记得上东莞那些台商做酬鞋 等等 至少倒闭了1000家以上 那么它会造成一个 产业通信化的一个疑虑 但长期来说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促进 珠三角的产业做一个升级 我们以台湾的一些 这个指标来看 在20多年前 20年前左右 那么台湾的产业的话 尤其是做传统的 球鞋成衣等等产业 当他们迁移到珠三角的时候 台湾也担心在 那个产业通信化的一个问题 担心没有企业投资的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当你的这个比较优势 改变以后 你就不能再生产球鞋 生产成衣 而应该转做一些高科技的 基本密集型的产品 那么我们看台湾的一些 产业指标来看 这20年来 以重工业 将它计较业的比重 以及 那个技术密集产业 将出口的比重来说 都是长期呈现一个 这个上升一个趋势 可见的话 那么这种的转型是必须的 但是它是一种很漫长的路 那么据说海西 它之所以能够受到台商的一个 这个青睐的话 是因为去年5月份 海西的发展激发正式的推出 海西有两大目标 第二目标是希望在2012年 援均的GDP 能够达到东部的平均水平 因为目前的话是稍微 比较落后一点 另外的话到2020年的话 那么海西的GDP总量 达到4万1人民币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 4兆元的人民币 那么海西 如何去达成这两个目标 其中很重要 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在于说 中央把它定位为 海西要加长敏台的一个产业对接 以及促进敏台之间的经济融合 希望把海西的建设成 两岸经贸合作的一个平台 以及两岸直接往来的一个疏流的一个地带 所以海西在很多方面的话 是可以采取先行先细的一个方法 对台湾进行一个经贸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么因此对台商来说的话 海西是相当具有吸引力 它的优势在于说 第一地缘方面比较接近 因为坐飞机的话 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福建 第二的话 语言跟文化方面是比较相通 那么另外的话 海西的发展已经提升为 中央对台的经济战略的长期 海西不是新的名气 它在十几年前 那么福建省就开始争取 但是呢 到去年的话 才正式的成为中央的一个区域发展计划 那原因当然是跟两岸的关系 口环跟改善以及经贸方面 台湾对大陆进一步的开放有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中央对台湾的一个 应该是说中央对海西区的一个发展方面 不管是在政策方面 在基金方面的基企方面的话 应该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保障 因此吧 海西在达成这个发展目标来说的话 应该是比较有机会的 那第三的话 那么在对海西的一个先行先细的一个方面的话 它的焦点是集中在金融业方面 因为台湾的金融业的话 因为过去两岸并没有签署任何的金融的监理基金 因此吧台湾金融业的话 以前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大陆设计的办事处 在03年02年左右 可是因为没有签了金融的MOU 因此吧台湾的金融业没有办法升格为分行 那最近的话已经签好了 而且已经升上了 可是呢台湾的银行业 还有其他保险等等 它的发展时间也比其他的外资落后很多年 因此吧 那么台湾金融业希望能够 这个在海西方面的话 能够降低那个投机的门槛 跟规模方面的限制 这样的话 他们就比较愿意去这个海西投机 那么目前来说海西的一个对台湾的金融业方面的话 可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个 把限制把门槛降低的方式吧 来吸引台湾金融业 那么另外的话 目前台湾有100亿以上的产业 并没有开放区道投机的 包括电子业的上游 比如说半导体 还有了石化业的上游 轻油裂解的部分 那这些产业的话 那么因为还没有开放去大陆投机 那如果万一开放以后的话 很可能他们选择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地方 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优惠 跟圆区方面的规划等等 那在这种情况下 海西的话 就可以吸引到一些 还没有开放产业到那边 因为毕竟的话 上有一些石化业 它是整条产业链到大陆投机的 所以其实它去珠山找也好 或长山找也好 或者说海西吧 对他们来说 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因此吧 假如说海西能够给予比较好的一个优惠 就可以吸引到一些 还没有开放去大陆投机的产业 那么 但是呢 海西在吸引台湾方面的话 也不见得说 那么没有任何的一个挑战 那第一的话 中国到目前的区域竞争是相当的激烈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珠山找 但是不要忘记 这十年来 中央有推出西部大开发 有中部崛起 振兴东北等等 对不对 目前又有海西 所以每个地区的话 不断跟中央要政策要基金去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整体的发展力量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区域发展 已经几乎涵盖整个中国到的情况下 那么发展力量就分散了 海西能不能 那么吸引到那么多的台商 去那边投机 我们还是有待观察 另外 海西推出的时间 相对比较晚一点 因为这二十多年来 台商去到投机 说实在的 该去也去了 那没去那些 是台湾还没有开放的部分 所以在整个吸引的一个 这个卖点来说 海西的一个吸引力方面 能不能 比得上过去的珠山枣 跟长山枣 可能还有大观察 因为毕竟 当年这个珠山枣 之所以能够吸引台商西妹 当年台湾的投机环境恶化了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工资上涨等等的问题 长山枣之所以吸引台商西妹 2000年之后 全球科技泡沫 台湾的IT产业的话 它把组装 这个生产阶段 移到苏州 或者说 这个昆山那些地方去 那目前来说 这些还没有去的台商 并没有遇到这样很破测的一个危机 非去不可 引起 海西在吸引这个 还没有去的台商方面 就不见得有它的一个优势 那第三点的话 是跟海西的一个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有关系 因为海西我们知道 以福建为主体 它的地形是走行 走程都是山坡地 而且在其他的公路 铁路等等方面 是比其他地区是相对落后一点 因此 它的产业配套能力也比较差 也就是说 很多台商去到投资 你必须要整条产业链移转过去 才有可能有这个表现 那么最后 我们刚提到说 要吸引台湾金融业 那必须要先有大型的台商去那边投资 才有可能 因为台湾金融业主要做的一些生意 都是台商本身 那么台湾金融业说实在也并没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他们做的都是台商本身的生意 因此 假设没有其他产业生产性的厂商去 地区